在網路上有一個登謎 就說林志堅讚清白 猜一句成語 就是自取其入 就是林志堅的智 自取其入 當然我覺得林志堅 在這件事情上面 昨天這個訊息根本是一個意外 教育部沒有要公開的意思 林志堅也不想要告訴大家 他已經拿到這個處分書了 他也不想告訴大家 是余振煌的律師 因為為什麼 因為林志堅是在去年9月5號 對台大的部分提出宿願 而宿願期限就是5個月內要有處分 所以今年的2月6號 因為2月5號是禮拜天 所以理論上2月6號下禮拜一 就是最後一天 理論上教育部的宿願書 下禮拜一之前要出來 所以余振煌律師想說 期限快到了 我去查一下 結果查不到台大的 查到中華大學的 所以你看那個是1月10號 9號就發文了